22分惨败,又可以选状元了,当年詹姆斯就是带着全人进的总决赛开局三场比赛一场未赢,这就是骑士的尴尬现状,从去年的总决赛球队,按照开局的形式,骑士又要向这状元牵去了,第一场比赛输给猛龙12分,第二场比赛输给森林郎11分,而在今天的比赛里,骑士输给了老鹰队22分, 老鹰在骑士身上,拿到了这个赛季的第一胜,去年的时候,骑士也是一路磕磕碰碰,但是最后在詹姆斯的带领下打进了总决赛,去年的詹姆斯遭受了不小的争议,很多球迷都说詹姆斯是典型的废队友,样制队友的发挥,很多人在詹姆斯身边发挥不出来,现在回国队来看看,没有詹姆斯的骑士可以说是输得惨不忍睹, 甚至有很多球迷调侃道,当年詹姆斯就是带着群队友进的总决赛,骑士今年的表现,就是为了迎接下一个詹姆斯,西安威廉姆斯,2019年状元选秀大热,曾被称为下一个詹姆斯,开局在乐福的出色发挥下,骑士取得了十分的领先, 但是渐渐的老鹰完成了反超,比赛到下半场,老鹰逐渐的拉开了比分,而骑士这边关键时刻没人得分,第四节的比赛,骑士直接上演了大崩盘,最终老鹰133比111大胜骑士,输给老鹰这么多,骑士也是够惨的,詹姆斯走了,球队的党家球星走了, 现在的骑士可以说是人见人气,无论是从比赛的关注度,还是从球队整修实力上来说,现在的骑士直接从总冠军球队降了季后赛球队,或者说是白烂的球队,詹姆斯走后,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其领袖的责任,虽然乐福的数据不错,但是想要成为球队的领袖,还差得很远很远,也有球迷说道,詹姆斯也是够不容易的, 带队球队进总决赛还被黑得这么惨